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重要啊 我们应当万元放下了 不但万元放下 念佛法也放下 连池大师跟我们做的榜样 他老人家三藏十二步让给别人悟 他不再高了 八万四千行 饶于别人行 你们喜欢修哪个法门 尽管修 他老人家恭敬赞叹 他自己呢 自己是专业迷途 真专 有一年 他住在杭州 他的道场我去参观过 我去过 现在开茶馆 实在是我们看得很难过 大雄宝殿里面佛像全部有了 做成茶馆 祖师的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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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个大殿叫神运殿 所以我们想到了 就很难过 有一年杭州干旱 非常严重 太守 那个时候的太守 现在叫市长 去求老和尚 希望老和尚 发慈悲心 为干旱求语 这个在佛门里面 你看大扩宋本里头 有求语的一个遗柜 这是求龙王 连持大师跟大家说 这一规我都不会 我只会念佛 我们一起去念佛 带着一大堆人 敲周末语念阿弥陀佛 就在那天跟上走路 真的 他走到哪里 就下到哪里 真灵啊 就一句阿弥陀佛 什么一些遗归都没有 陈子令阿弥陀佛 连持大师传记里 有记载这么一个故事 这一句阿弥陀佛 非常管用 只要诚心诚意 决定没有怀疑 决定没有夹杂 他就有感言 连持大师用阿弥陀佛 佛号求语求道 那么在现代 好像是前年 山东庆云 齐苏平就是在那里 建个庙 金山寺 他那个地方 那个时候 小门 四拨某地的小门 要收成 豁然遭到蝗虫 这个事情麻烦了 那小门会不会 蝗虫出光啊 附近的农民 告诉他 要喷农药 齐哲说 打电话来问我 这喷农药是杀神的 我说你好好去想想看 怎么处理 他最后想通了 不杀神的 绝不 绝不 盆药 宁愿四半亩小麦 统统给蝗虫吃掉 供养他们 也不杀害他 这个念头起了 他也带了一群人 到每天里面去念阿弥陀佛 在那天绕佛 下了一阵小雨 挂一阵风 之后 那些小冰海虫 一个都没有了 附近这些农民感到很惊讶了 怎么会没有真点 一个都找不到了 大丰收 如果他要是喷农药 跟这些众生结下冤仇 那就麻烦大了 他发的是慈悲心 一个小蝗虫都不杀 他也没想到他离开 结果这些小蝗 真的没有了 这他告诉我的 前个礼拜 你们看到东北的这个 七夕云 这个刘树云去试 八年前 得的这个红斑狼状 非常严重 医生告诉他 让他心里有个准备 他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 他得的是严重的红斑狼状 比他轻的就走了 他就一个心意 阿弥陀佛 相信阿弥陀佛是大一王 阿弥陀佛一定能把我的病治好 就一个念头 念阿弥陀佛 那病真好了 到今年八年了 到我们这儿来 给我们做报告 讲了十几个小时 讲得真好 今年六十六岁 在我们这里一天 讲两小时 讲完之后 深圳 向小利夫都请过去 在他那个道场 讲了两天 一天八小时 六小时讲一言 两小时答复问题 一点没有疲倦的想法 法图体型一向专念 有不失利的威力了